女孩只因为长着一张母亲的脸 多年来一直遭到父亲的嫌弃 她一直想与父亲拉近妇女关系 那只父亲砸了茶杯 本手一把掐出脖子 警告她远离自己 而一旁的后妈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正当父亲再次动手时 一旁的奶奶急忙阻止 这才让女孩逃过此劫 而虽让人气愤的是 后妈见丈夫如此在夏天 她随即也肆无忌惮地欺凌她 过分的是 竟然把夏天母亲的遗物拿出来 当着她的面淋上汽油 不管她如何祈求 后妈冷冷一笑 还是一把火烧了起来 看着母亲的遗物被烧 夏天不够大火的危险 直接扑了上去 可是火势太大 无奈她只好站在原地呼喊着 看着母亲留下的记忆被摧毁 夏天气愤地直接跑上去 掐住了后妈的脖子 没想到却被一巴掌打倒在地 起身后的她直接扑向后妈 随即二人扭打起来 在二人扭打间 声音把后妈的弟弟引来 男人看着这一幕 忽悠分说直接把夏天打晕 夏天的爱犬 听见主人的呼救声 急忙跑过来 一口咬住男人的腿 男人拿出手将 对准爱犬直接抱头 爱犬倒地的一幕 让夏天彻底崩溃 她不顾家人的反对 坚持要给爱犬疯光大噪 原来爱犬是小时候母亲送给她的礼物 母亲离开后 都是爱犬陪伴她左右 想到这份爱被夺走 她忍不住 趴在爱犬的坟墓上 此刻的她是如此的绝望 而就在这时 父亲回到家中 后妈深知 如果夏天父亲知道此事 弟弟势必要受到男人暴打 而哪知 父亲直接诱过姐弟二人 朝夏天走去 上前就是一顿训斥 随后父亲就要拖走夏天 气得他想伸手抱大女儿 但看见女儿此时的样子 他有些不忍 但夏天却有女言挑衅父亲 这词他再也没有忍住 狠狠的一巴掌 差点把夏天打晕 晚宴上 夏天穿着老母的礼服 当父亲看见她的那一刻 脸色瞬间阴沉 等她慌慌走出来后 竟然哭诉自己的母亲 自己此刻站的位置 就是当年母亲去世的地方 诉说这私母之痛 而一旁的父亲 觉得他丢尽了自己的颜面 直接把他拖进房间 无论奶奶怎样阻拦 都无济于事 面对父亲的残暴 吓得他恐惧的连连后退 父亲直接把他拽到阳台 一把将他按在铁廊上 此时仆人也破门而入 奶奶冲过来 及时救下了孙女 被救下来的夏天 还没有缓过神 年幼的他 一直以为母亲是自杀 直到今天 他才知道真相 面对这个残暴的父亲 和心爱母亲的离去 他开始了腹黑